那么他自己生活非常的简单 自己修持的功夫从来不间断 所以我对于这个老人呢 非常的敬仰 我跟他三年 他教导的理念跟方法 都跟佛在经典上所说的原理原则完全相应 是一位稀有难得的一位善事 我自己佛学的根底 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 以后的成就在台中离病老会下了十年 我学佛总共十三年 张家大使指导三年 李老师十年 所以真正善知识 他知道这个事实 知道这个道理 他到边家 那没有法子 不能不吃肉 没有东西吃 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苏食相当丰富 所以肉食就不应该了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经文 佛给我们叙说 佛陀 佛陀当年在世 僧团生活的方式是起始 就是脱波 脱波 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 佛法是将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因此我们去脱波了 人家吃什么就供养什么 不可以叫人家特别 为我们去脱波的人 准备饭菜 那就叫添麻烦 这叫慈悲 绝定不添麻烦 你家里吃肉 你就供养肉 吃鱼就供养鱼 你吃什么就供养什么 这是方便的 也是我们明白 像现在南传的佛教 泰国依旧是脱波 斯里兰卡也是脱波 保存古时候 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他们依旧是肉食 依旧是肉 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 才晓得 世尊当年在世 比丘脱波 脱来的肉食 原来都是 释迦摩尼佛 以神离变现出来的 不是真的有生命的 这是我们在 楞严经上看到的 那么也有人说 楞严经是假的 我在说楞严 就听说啊 我在台中跟李老师 学教的时候 论言是我主公的一门功夫 我对这部经下的功夫很深 也曾经讲过很多遍 那么这个 现在这些年来 专修净土 专讲净土的经论了 这些都把它放下了 那么楞严经 可靠性的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知道是决定可靠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古印度 他们国家把这部经看作过报 都不肯外传 那哪里是假的呢 假的 他怎么会这么重视呢 同时 张家大使曾经跟我说过 藏文经典里面有楞严经 那这就证明 这不是假的 因为藏文的经典 也是直接从印度传过去的 藏文翻译 那么这个是巴拉米迪大使 从广州传到我们中国来 既然在藏文经典里面 同样有论言 这就可以证明 这个经典决定是真实 我们不必多疑 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人 甚至于我一点来毁谤 实在说呢 也正应了释迦牟尼佛 在法灭经典里面 在法灭经典里面 所说的 佛法将来灭 第一步是灭楞严 最后一步是无量受情 假如我们很冷静地去想一想 为什么第一步要灭楞严 真谛很有道理 因为有楞严 大家都都楞严 这个世间妖魔鬼怪很多 你有能力辨别 妖魔鬼怪不得其辨 来年没有了 这个辨别佛魔的标准是标 妖魔鬼怪现前我们不知道 反而会把它当作佛菩萨看待 那这个愧疚之大了 所以这些妖魔鬼怪 总是详尽方法 先把这一步经灭掉 让世间人都不相信这个经 它才能得起变 特别是《楞严经》上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经文 我过去曾经说 这叫照妖境 你要是念得很熟 这是一看一听一接触 就晓得 他这个佛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佛还是妖魔鬼怪 我们就有能力了